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某阳 美国国务院前天宣布 川普政府已经决定批准并通知国会 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重大军售方案 包括66架新的F-16B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 国务卿蓬佩奥向媒体表示 美方的做法符合美中各种安排 与美中历史关系是深度一致 也符合美国的一贯政策 消息一出中共方面马上有了反应 说军售损害了中共的主权 要制裁任何参与这项军售案的美国公司 中共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的院长陈仲蒂 8月22日表示 中方不会坐视不管 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昨天也说 美方将承担军售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中共对美国的这项军售案向美国企业发出了一个制裁威胁 但是外界认为 中共更多的成分就是在做样子给国内看 即使它实施制裁 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甚至是无从下手 大家知道 出售F-16V战机 这个计划经国务院批准后 前天已经通报了美国国会 国会几位两党议员上周 非正式的听取了简报 都表示支持这项交易 说这是阻止北京方面干预台湾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 F-16V战机虽然不如美中两国顶级的那些隐形战机 但是对于依赖老化的那些美国硬件的台湾军队来说 这是一次重大的升级 台湾的军队战机数量 因此会增加到400架左右 大大提升它的防御能力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 对台军售政策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 这项政策在美国政府的更迭当中 一直保持着连贯性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格尔直言 美国不会转身背弃台湾人民 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也认为 美国必须支持台湾 因为台湾代表这个地区的自由和民主 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 美国对台军售的武器虽然是防御性的 但也是向中共发出信号 不要招惹台湾 美国将武装台湾 让台湾可以保护自己 不在家门口受到中共的侵略 军事专家费雪认为 美国的对台军售态度已经变了 国会两党都支持卖给台湾武器 保卫它的自由 这位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指出 未来美国还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费雪表示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目的是阻止台湾海峡发生战争 防止中共向台湾发动进攻 这是汇集两岸人民的 但是大家知道中共不想要这种平衡 它要的是吞并台湾 年初北京就高喊 要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 意在逼迫台湾就接受中共的统治 甚至还威胁不排除武力统一 那现在美国大规模的对台军售 让中共当然非常不舒服 像是为中共推下了一块骨头 陈中帝说 不仅制裁相关的美国公司 还要采取其他的反制措施 那中共的这个制裁威胁 显然是冲着洛克希丁马丁公司 因为他们是这批F16V战斗机的主要承包商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的制裁效果有限 微乎其微 纽约时报指出 任何来自北京的制裁 都不会影响美国防务合同商的武器生意 因为美国政府对国防工业有着诸多限制 几十年前就已经被禁止向中共出售武器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也指出 如果中共对涉台军售企业实施制裁的话 其实中共的损失会更大 首先就是美国的军工企业 与中共的合作本身就有非常有限 如果制裁美国的企业的话 那等于把仅有的一点合作也给截断了 其次是中共非常想采购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中共非常需要 中共一直都希望在高科技领域方面 得到美国最新的技术和发展方向 如果对这些企业进行制裁的话 那中共连这方面的信息都得不到了 大家知道 洛克西林马丁的核心业务 它的领域就集中在这个系统集成 航天航空和技术服务 也在中国出售空中交通管理自动化系统等样品 2014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与中国核电技术公司签约 帮助中国建造下一批核电站 并且还承诺在2017年前 为中国建造完成核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他的子公司 萨维科技也把他们的这个无线摄频识别追踪设备 用在了香港和深圳的港口 为运营商提供相关的信息 那如果中共对这两家公司制裁的话 也就相应停掉了之前的合作 像中方出售的那些先进的系统和产品 可能都要失去技术支持 民主党议员梅连德斯指出 中共如果制裁就是一个愚蠢行动 就是说 中共想制裁进行报复 恐怕还没伤到对方 反倒会使自己先受伤 换句话说 中共是有点狗咬刺猬的感觉 无从下嘴 其实大家知道上个月 美国向台湾出售M1A2T坦克和毒刺导弹之后 中共也有类似的反应 中共外长王毅还甚至说 美国是在玩火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没见中共有什么实质动作 共和党众议员约赫指出 过去的40年 美国一直在对台军售 美国历任总统 几乎每一任都有对台军售 但中共的反应 永远像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 时事评论杨宁在大纪元撰文指出 中共的制裁威胁 无法震慑美国企业 只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杨宁表示 中共曾在2015年做过调查 参与调查的6791个人当中 53%的人认为 中共的制裁能够达到震慑军售的作用 但四年过去了 美国一次次对台军售 还有几个人相信 中共的这个制裁是有用的呢 中共色列内人的真面目 正在被中国人所看清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